有人曾这样调侃 如果把南美洲比作一块牛排 那么质力就是附着在这块红肉上的肥镖 地跨38个纬度的质力 如丝带般镶嵌在南美大陆的海岸线上 气候的差异造就了它从北到南 截然不同的地貌 但质力人对它们狭长的国度 有着自己诗意的解读 传说这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封笔之作 还剩下很多特殊又美丽的东西 于是把这些一股脑的放在了一起 便组成了质力 所以就有了火山、湖泊、沙漠、冰川等等 浓缩了地球上所有的地貌 位于距离南北之间的城市 圣地亚哥似乎就是充分体现这种混搭的一个好例子 圣地亚哥 智力的首都 百分之六十的智力人生活在这里 这里也倒影着智力的过去和今日 我对这座城的第一印象大概是 建筑西化但不够精致 如果你经常游到欧洲 那么这些建筑可能无法让你惊艳 街面干净却又随处可见涂鸦 在四通八达的巷道里 这些充满艺术感的画面 像是这座城生动而有趣的灵魂 总会在漫不经心的时候出现 并迅速吸引住我 公共设施便利 但又生活气息满满 智力人口是印第安人、欧洲人和非洲人混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混合了奔放热烈和保守优雅 他们明目张胆地打量你 当与你四目相对时 也会大声说着 Hola 总之置身于这座城中 总有一种矛盾冲突带来的不现实感 一时间还真找不到其他类似的城市体验 所以圣地亚哥在我的心中 以没有固定的标签或者刻板的模样 他可以是意大利区充满拉丁气息的文艺饭 可以是东区的摩登都市 可以是雪山之下的空灵辽远 也可以是黑暗篇章上的历史印记 智力的国土 唯一着安底斯山脉 衣帮着太平洋海岸 山谷和充足的阳光 以及雨水和日夜温差 使这里拥有极佳的葡萄种植条件 所以来到圣地亚哥 怎能不品尝一下智力的葡萄酒呢 距离圣地亚哥约80公里的卡萨布兰卡古地 以盛产智力美酒而出名 也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葡萄酒庄的画卷 让我们了解到了最正宗的葡萄酒酿造过程 智力人在酿酒的手法上传承了伯尔多体系 阳光与山谷的恩赐 让这里的葡萄充满了大自然的气息和能量 甚至可以品尝到阳光的味道 当软木塞空的一声被拔起的时候 一股浓郁醇厚的酒香 带着丝丝甘甜的花香 瞬间飘入笔中 举杯畅饮 当深红色的酒体在味蕾回旋 那种些许优雅 些许热烈 又些许包容的感觉 让人如痴如醉 而这似乎也就是圣地亚哥的味道 人类往往都是贪得无厌的 习惯了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 同时也会憧憬着悠然自在的乡村 就像是在期盼有一个地方 上山可以依山望海 属于落星 下山也有声色霓虹 势快雍容 从圣地亚哥出发 一路向西开去 直到太平洋沿岸的海滨城市 瓦尔帕莱索 大概就可以同时满足 这两样期盼 这是一座和我预想中 有些差异的小城 它比我想象中小 但比我想象中热闹 三面环山 一面领海 是智力的海上门户 也是南美太平洋沿岸 最大的港口 港口的繁荣 带来了欧洲各国的移民 他们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以自己家乡为蓝本 建造新家园 因此造就了这里建筑的多样 同时港口的忙碌 也带来大量需要修理 甚至重新刷漆的船只 那些油漆余料 被码头的工人带回 涂在自家的墙壁上 从此就有了这里色彩的斑斓 从山顶往下眺望 这些房屋如同随意 散落在蔚蓝海岸的彩色积木 让人如孩童般痴迷其中 因为四通八达的巷道 初来乍道者很容易迷失 但也不必慌张 因为撞击过你眼眸的色彩 就是你路过的证据 当我们凝视这些色彩跳脱的立体画面时 艺术的魔力呼之欲出 很难说清我们是看风景的人 还是成了风景里的人 总之像这样没有目的地 没有计划的随处逛荡 在这里真是太妥贴了 你可以在如迷宫般错综复杂的 城市道路中自由穿行 在色彩斑斓的建筑中 做一个彩虹般的美梦 也可以与街头巷尾 随处可见天马行空的涂鸦 转个满怀 薄软石铺旧的小巷 将城市的历史变迁 娓娓到来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 我敏锐地发觉到 瓦尔帕莱索的旅程 是充满细节的 大到城市破旧 又充满故事感的建筑群 小到路边忙碌的摊贩 琳琅满目的细节 主动抛制在眼前 我便不自觉地开始 想要去记住这些 这里还与一个名字息息相关 那就是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在瓦尔帕莱索 留下了一座故居 也为这个城市 增添了一份浪漫的文艺气息 故居位于领海半山腰的 一条普通街巷里 诗人孩子的那句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这个浪漫的梦想 似乎被另外一个诗人实现了 我甚至也产生了一种错觉 假使我搬来这里住 或许也能写出 当我爱你时 风中的松树 要以它们丝线般的叶子 唱你的名字 这样美好的句子 也许瓦尔帕莱索 并不是第一眼美女 但她带着一种杂乱无章的古典 和一种放荡不羁的优雅 她在复古中焕发着生机 不激流勇气 也不随波逐流 只为等她的人 缓缓绽放着属于她的 美好年华 从静卧在安利斯基雪下的国际化都市圣地亚哥 到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瓦尔帕莱索 我发现智利的城市群像 就好像一场剧目中 性格各异 人设鲜明的角色们 似乎在这个国家 有多少座城 却有多少种风情 智利南部地区的巴拉斯港 尼邦在宁静的央基尾湖 却是一座得味浓重的城市 小城由十九世纪中叶涌入智利的德国移民 舔首知足所见 现在他们的后裔仍然生活在这里 保持着古老的传统 也与这片土地缔结了深厚的情感纽带 就像苏东坡的诗句 此心安处是无乡 智利是美洲火火山最多的国家 在巴拉斯港周围就有三座 其中对外开放的只有奥索尔诺火山 智利南部多雨 据说这一区域的天气 常常是令人扫兴的 包索尔诺火山如梦般的存在 总是遮掩在厚厚的云层中 只有在难得的晴天 才能一睹它的真容 而我从未感到上天对我是如此的眷顾 这趟旅程 似乎所有的天气变化 都是为我而设计的 连向导都嘖嘖称奇 正午之前云雾还摇绕在山间 我们登上奥索尔诺火山 正是站在云层顶上 可以俯瞰不尽的云海 宛如仙境云一般的辽阔和纯洁 你会惊变那死气般的火山口 仍有着红色调的迷人色彩 诉说着曾经恢弘的地质历史 从山上下来时 太阳升起完全地云开雾散 悬挂在湖近中的火山 犹如一幅轴对称的油画 空灵地让人出神 不禁想起了地球另一端的富士山 阳光大把地洒下 巍峨的火山也柔和了许多 湖水随清风泛起微波 小镇充斥着一种温柔的情绪 一切都干干净净的 走在城区的小路上 肆意浪费着美好的时光 没有爆火排队的美食 没有刻意拜访的景点 小镇留在心里更多的是一种感觉 是出道时沿着街道走向雪山湖泊时 心中的明媚 是吹着清风在湖边晒太阳的蓝伞 是平上暮色四合时的安宁 田径的不能再田径的巴拉斯港 它已然悄悄地温润了造访它的游人 失落的人 焦虑的人 迷茫的人 这里虽不是那种著名景点 但更像是生活遭遇坎坷 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时 出现在脑海的第一个地方 是一片逃离纷扰的境地 回望这一路的探索 我发现智力人具有南美最典型的特征 热情 分放 散漫 不守时 太过随性等 可能在这之前 我觉得这些并不是典型的宝义词 但是当一次次的旅行和深入体会后 才发现这些词语 就是这个民族最具有魅力 也最别具一格的地方 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态度 格外感染人 也让人不由 心生羡慕 聂鲁达曾说 没有来过智力的人 就不会了解我们这个星球 的确 各种绚丽迷人的景色 汇聚在这个狭长 充满对比的国度里 独一无二 且壁垒分明 浑身都散发着 南北十八度的热情与野性 游走其中 感受着天涯之国的独特 叛逆 疏离 与孤傲 也又将一个神奇的南美国度 纳入镜头之下 如果你无法踏遍南美洲 这片广袤的土地 那么来一次智力 就足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